我當時有一個信念 就是當所有療程的藥效過了 我會重新再出一些很漂亮的頭髮 其實打化療 我打完第一針之後 我沒有了一些頭髮 那個免疫力一定會低 而剛剛我打那隻化療針 它的免疫力去到第四天 是會急降到零 每一次打化療針的時候 我都經歷了敏感性休憩 那會怎樣呢? 會有一點窒息的感覺 臉因為不夠氧氣 會變深藍或者變紫 但從那時候開始 我就知道原來擁有健康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而這個幸福 是要自己經營 以及自己努力去累積的 我自己就習慣了 每天早上都吃營活雲脂 提醒自己 要過一個健康 以及正常優質的生活 抗環重新 營活新生 我信營活雲脂 我們看到的是 我經營活雲脂 不夠氏 有為